在北海道的尽头 有一处自然的瑰宝 这里没有大众熟知的日本元素 却有着本该属于地球另一侧的壮阔风景 巍峨的山岳与苍穹相接 山川湖泊勾勒出一幅壮丽的画卷 碧南的海淘拍打岩石 奏出一曲雄浑的交响乐 在这里拍下的每一针都是大自然的杰作 我尽可以置身于这鬼斧神宫的世界里 一大早 我们就前往码头乘坐提前订好的观光船 出海观赏资床半岛 有很高的概率能够见到海岸上的野生中雄 可惜早上海上大雾 出于安全考虑船长不得不半途返航 终止了这趟行程 海面上海笼罩着厚厚的大雾 山上却是蓝天白云 晴朗得很 上午没有如愿在岸边看到觅食的钟雄 下午我们前往自然的王国 枝床国立公园 通过公园内的高架木道 可以安全地进入钟雄的栖息地 观赏到枝床连山 展望厄霍茨克海 以及知传五湖中的第一湖 这就是传说中的枝床连山 这边还有云海 是云海吗 对啊 就是云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就是厄阜兹克海峡 这边就是厄阜兹克海峡 现在是云海 云海的部分其实下面都是海 然后冬天的时候流冰 这边就是满满的流冰了 今天能看到云海也很幸运 那我也开始吃了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只熊 现在听车拍它 就一只暂时只发现了一只 真的会泄没带长家 先看到熊 好大一只啊 好像只有它一对 它在踏着呢 现在没看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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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